11月12日消息 今天下午率先进行的比赛中 附近女排以3比0 25到14 25到21 25比21 击败了河北队 头号球星 复公正一心 再次砍下24分 四场比赛他已经砍下了120分 断决排超 就连天金队头号球星 李宁明一干半下风 今天下午结束的第一阶段分组赛 第五轮B组比赛中 福建队对任何卫队 关系到八强出现形势 依上来正一心就连得3分 尹惠在2号位轻掉得分 尹惠在3号位中路突破 他非常聪明的利用手法的变化 四看河北队防线 在正一心带领下 福建队以25-14 25-21 25-21直落战局及外河北队 由于此后 浙江队输给了江苏队 五轮战霸进击3分 因此福建队以四战三胜一副 及8分略小组第四 提前进击8强 此一过后 正一心先赛季四场台超 已经砍下120分 其中第一场福建一道三江苏 四局31分 第二场福建三杠林之江三局 28分 第三场福建三杠二云南五局 37分 第四场福建三杠林河北三局 24分 作为一名复工 正一心处人意料 得成为台超第一得分手 场均30分 要先经验 打完人篮之后 正一心砍下38分前时表示 可能事物比较多 第四局 第五局体力下降 事物偏多 我们对没有特别好的实力 从我身上就要减少失误 1995年5月出生的正义 新今年23岁 曾经多次入选中国女排 是福建队队长和核心球员 来自福州的他拥有着出色的弹跳和爆发力 虽然身高只有1米87 在当今复工高大化的排弹 他依然能够拥有一席之地 正因为技术全面 几本工驾驶 福建女排主教练 前中国女排主教练估计说 这个队员作风比较好 年轻 身体条件在福建队算突出的 而且他打球非常有物性 对自己要求很高 在全国的复工之中 他也是技术全面的 能打全场 在福建队这场训练中 经常能够看到两名队员在后排阶一船 一位是奥运冠军 自由人林立 另一个就是正义心 其实连赛种其他复工 并不需要接一船 正义心每堂课 却会可以去训练自己接一船的技术 很多比赛关键时刻 都是正义心首先接好一船 裁卫队又提供了更好的进攻机会 福建说 他自身具备了这个条件 而且我看到了他的发展潜力 用他就是尽量把他各方面优势发挥出来 在队里确实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除了接一船出色 正义心此次所展现的强大攻击力 也让人侧目 除了福建在训练之中的严格要求 和正义心要强不服输的性格也有关系 比赛中 他经常在飞升就球后 马上参与篮网 正义心说 还是基本功吧 我从小到大都是打后排的 包括青年队 虽然打复攻 后排技术也没有拉下 教练一直带着我再练 撤 别是后排 进攻这方面 胡岛结束以后 他就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后排 能够担起自由人 担起强攻的责任 所以在这方面 胡岛强化我特别多 胡锦这样评价爱徒 他技术比较全面 打球也非常拼 心理素质也不错 技术上掌握比较细 所以我对他使用是全方位使用 他的快变有自己的特点 特别是单脚 结合单脚的变化非常丰富 我给他定位就是 前排打复攻 你的复攻战术 快变战术你随便搭 后排他攻击能力比较强 也全面能接遗传 所以他打主攻 接应 甚至是自由人 所以他的异传 防守 包括他的后攻都能打出来 而在场下 正义心展现出完全不同的一面 大大的眼睛白皮肤 长相甜美的他有小清新的雅号 和场上那个霸气扣球 引球后怒吼的他截然不同 爱和队友开玩笑 性格开朗 是由张景评价他 训练很拼很认真 下来之后对我们很照顾 我跟他从小就认识 平时很逗 比较开朗 非常争能量 正义心和江苏队的二传雕临与关系非常好 这次排抄比赛经常能够看到两人在场边搂搂抱抱 非常心热 此外 江苏女排今天下午3比0 轻取之江女排 B组上海四战四胜11分第一 江苏队四战三胜一负击10分 北京9分 福建8分 已经提前锁定该组前四 此一结束之后 B组四强已经产生 上海 江苏 北京 福建携手进几八强 而浙江 云南和河北被淘汰出局